根據房地產協會最新出爐的報告 本國今年6月份的平均房價為372,700家元 比去年同期上升了8.7% 在銷售量方面 本國今年6月份的房屋銷售量 比去年同期增長了10.8% 而6月份的交易活動 亦比5月份多了2.6% 房地產協會表示 例如6月份本國大約有6成的房地產市場供求趨於平衡 從全國來看 本國房地產市場在6月份受到西岸地區高房價的影響 亦有所減輕 多倫多的交易活動在6月份比較穩定 而溫哥華則有所下降 本國很多主要城市 例如卡加里、滿地河和厄太華等的房地產市場都略有升溫 但儘管如此 本國第二季度的房屋銷售量 相比起第一季度 仍是下跌了4.5% 這個是主要受到新的房屋貸款規定 以及房貸利息的上漲影響 此外 央行中委下星期二 公佈新的隔夜目標利率 外界普遍預測 由於美國經濟聲勢疲軟 央行中會維持1%的利率不變 加上本國就業市場穩步復甦 以及出口持續增長 都會為房屋業主減輕負擔 WOW TV 流星的報導